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个有效工具 不掌握这些东西 会浪费很多商机 也会浪费很多金钱 只有花心思理解这些技术 才能真正征服不同国家的市场 据了解 本届大会已于今日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召开 会议主题为大变革 跨境电商新时代 汇聚了超过1000家跨境电商平台商 独立站 供应商 服务商参与 以崭新的形式和劲爆的话题成为了电商行业的关注热点 会上 白勇发表了主题为跨境电子商务的数字营销技术的演讲 Google大中华区渠道业务事业部总经理白勇 以下是演讲实录 白勇 谢谢大家 星期五下午四 15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而且这个会议给我的题目非常的技术 平时可能是两个月的内容 要浓缩在这十几分钟里面 我觉得挑战非常大 试着努力一下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未来生意上的一些帮助 两天的会听了很多内容 我们现在的内容其实非常聚焦的 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些科学技术 互联网技术在互联网上真正找到你生意 我的内容会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真正在互联网上的营销的工具和技术 如何运用它们在世界各地找到客户 如何以合理的成本找到客户 第二部分是谷歌平台上很多工具 前面大家很多问题 怎么知道我的东西在哪个国家 哪个时间点有商机 谷歌可以帮助分析你的东西在哪个国家 哪个时间有机会 总的来说 你们去寻求互联网打开世界通路的时候 第一我希望大家有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技术 应该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媒体技术 二是定位技术 三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你需要非常完善的工具 能够不断地分析 让你找到最好的一个投资回报 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 大家的时间不是只停留在一个屏幕上面 他们可能在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未来的电视上面 不断地去切换他们的搜索信息 最后找到他们合理的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在你们去寻找客户 寻找商机的时候 布局需要很系统的去抓住每一个屏幕 每一个机会 否则的话 如果你只重视一个屏幕 你会浪费非常多的商机 这是现在我们所面领导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媒体技术也在非常快的发展 从过去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在用搜索 今天一直要延伸到视频或者说移动的平台上面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 发现其实很多国家的人在搜索信息的时候 真正的搜索引擎占用的时间其实只有5% 而更多的信息是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面 所以需要更加复杂的系统和工具 去帮你系统的捕捉客户和商机 简单讲一下在技术上我们这几年究竟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相信这些技术如果能够很好应用 能够帮助你们更好找到未来准确的市场和客户 第一部分就是搜索的技术 搜索技术从过去几年到今天已经发展非常非常多变化 一个变化是视频技术会大大的增加搜索率 还有地点的转换 有店面 经销商可以直接用地面的地图信息引导客户去找这个地面店 这个也会增加大大的可靠程度 有的时候国内产品直接到一个新的国家 没有这方面信息会直接被客户过滤掉 配上这信息会增加转化率 还有一个产品信息很丰富 也可以用我们新的产品改POA 增加产品的丰富度让客户增加信任度 让他理解你是一个更专业的供应商 我们有非常多这样的产品 只是在搜索页面里面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转化 谷歌每一天搜索量高达20多一次 非常大的商机 另外很多客户访问了你的网页 但是不断在走私 这些信息其实通过今天的技术也是可以把它找回来的 我们有一个技术 选关键字的时候并不知道客户究竟在用什么样的关键字 很多词你想不到 商机也会被浪费 我们动态搜索可以帮助你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方面的技术发展非常快 已经远远不是很简单的关键字技术 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大大降低你们的投资成本增加客户 第二个展示广告 展示广告今天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 最大的特点是从过去几年我们叫做关键定位技术 发展到今天的兴趣定位 你如果生产一个产品 这款产品理想中是卖给30岁的女性 月收入1万美金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兴趣在美国找这样用户 而不需要用简单的关键词定位 因为关键词非常难捕捉这样的用户 这些技术融合到一起 你们有非常多的选择方法 让你的广告非常准确的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出现在正确的客户面前 所以如果你不懂这些技术 你的很多广告费就会被浪费掉 除此之外最关键一个技术 过去几年一直在推广的remark技术 如果运用的好甚至能够赶上搜索 而且有大量的积累过程 如果是平台用remark可以积累二次三次客户信息 这样的话把时间拉开投资回报是非常合理的 这些技术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如果说想在电商上获得强有力的竞争地位 这个是首先要练的功课 这个方面不突破我想很难获得市场的竞争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